确实有点尴尬你知道吗 就喜剧和领导这两个词就很尴尬 尤其是我们公司全是喜剧演员 他天天讽刺领导对吧 自从我上任之后 哎 上任啊 自从我上任之后 他们就天天讽刺我 说是妈 喜剧跑得快 全靠大头戴 这个 确实戴的还可以 戴的还可以 这个确实这个脱口秀演员和领导 这两个词之间就有天然的矛盾 对吧 脱口秀演员大家想一下 一般就是聪明的穷鬼 公司的领导有钱的傻子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才不要为了钱当傻子 但是老板把一堆钱摊在我面前 说傻了吧 这个 其实我答应做领导 其实是想打入领导的内部 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傻 加入之后我发现 这不大家都挺棒的吗 就当了领导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智商直线下降 就每天都在下降 哇 我都感觉 我自己的智商快扛不住了 再傻下去就得当董事长 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 董事长在这看呢 没关系 他听不懂 这个当领导去做卧底 我还是发现了公司的很多的秘密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不让说谐音梗 对吧 谐音梗扣钱 其实是因为谐音梗太简单了 要留给领导讲 我当领导第一天太爽了 真的 我说了一天的谐音梗 没人管得了我 全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大烂梗 可把我的下属们笑坏了 当然当领导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就是原来不当领导的时候 开会我是时间就很随性的 我就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当了领导之后 我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我必须最后一个去 我万一早到了 我还得躲起来 有时候还会遇到多好的董事长 就是而且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因为我每次老是准时到 为了提醒我自己 我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刻了一个碗字 当然这个当领导 还要做年终总结 对吧 还要写什么数值报告 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吹牛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吹 是第一年当领导嘛 我就在我的PPT上瞎写了 2021年要实现三个翻一番 2021年要实现笑点翻一番 脱口秀大王总量翻一番 但我讲的时候 发现我只写了两个 没办法 我只好说PPT翻一番 大家听出 当领导之后的梗就是这样 不要要求太高 而且当领导之后 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的家人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 他们再也不催我考公务员了 但是他们只高兴了 没几天就开始催我 说儿子 你现在这个级别 你什么时候能当上领校员 是不是等李诞退了 就轮到你了 不可能 我说他比我年龄还小呢 我爸说没事 李诞虽然年龄小 但他身体差 所以我现在天天陪李诞喝酒 就怕他身体突然好起来 最后呢 我想说其实当领导 当喜剧领导 脱口秀的领导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新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 过年的时候还给我送礼 跟我说 明年的脱口大会 诚哥一定要照着我 我说没问题 你只要记住一点 脱口大会PK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我 诚哥给你跪下来 所以当领导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谢谢 月如梭 我们这个小节目呢 已经陪大家足足走过一个年头了 欢迎大家来到2021脱口秀跨年 我们每年呢 在年底弄一个这个跨年 其实就是想跟这个 把这一年的烦心事说一说 笑一笑让它过去对吧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烦心事是没完没了的 有没有人最近被行程卡卡住的呀 这个鼻子捅得 是不是已经非常通畅了 最近都 就是 过去这一年给我一种 就是世界在踩油门的感觉 每天都有大事 而且它不是一脚踩到底 它是一脚一脚那种闪你 很烦 我已经把微博卸载了 根本不想看 随时随地地发现世界上的糟心事 很烦很烦 不看了 什么意思 你还不够糟心吗 你还笑我 今年真的 我就说这大事太多 尤其你卸载了微博以后 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就过得太猛了 就是只能想起一些比较就近的吧 年底有一个词很火 元宇宙 扎克伯格把那个Facebook改成 Meta了 元宇宙了 我可能是智力有问题 我查来查去我觉得这不就是上网冲浪吗 可能有什么区别吧 就是技术更好的上网冲浪 没事 我们期待着它早日实现 但是每当有这种新的创业风口的时候 就有很多猪准备起飞 这个时候就是骗子很多的时候 所以大家也小心 最近有人跟你们聊什么元宇宙 小心一点 那个扎克伯格肯定每天都接到很多这种电话 跟他聊元宇宙的项目 希望他已经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我们今天也有幸请到了国家反诈中心APP的推广大使 陈警官 请坐 确实看着有点压力 大家看吧 是连麦把那东厂的厂工吓得花容失色的 今天我们国家的反诈力度是很大的 听说是抓了二十多万诈骗犯 挺厉害的 你们在上海你们接到过那个诈骗电话吗 然后就有警察来找你们对不对 怎么这么多人都接到过呀 没有被骗吧 我现在反正我就是不接电话了 我就彻底什么电话都不接 妈妈 骗子都能改我的通讯户了 不接 今天那个娱乐圈也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今天这个娱乐圈就给了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这个圈里啊 就是给你一种就是 少个朋友就多条路的感觉 能少认识人就少认识人吧 今天呢 金晨和DK热巴两位老师在后台也特意嘱咐了我 介绍他们要说 欢迎两位我最不熟悉的陌生人 欢迎欢迎欢迎 很奇怪 在这个世界呢猛踩油门 但是年底盘点 你让我想什么大事 一件事想不起来 就是你让问我这一年 什么事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你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还是身边 自己身边的小事印象更深刻 杨蒙恩求婚成功 记得的全是这种小事 还有梁丽今年搬了个家 搬到了一个鬼楼里 全上海的人都传说那种楼不太好 他非要去怎么劝都劝不住 听说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好 还有梦川 梦川哥呢 跑了一年 他的孩子在上海上幼儿园的那个事 很难 弄了一年 已经崩溃了 在查怎么把孩子过激给我 查询结果是 建国以后过激犯法 但是川哥呢 作为我们的备用总编剧 对吧 他还思路还是非常的发散的 跟他老婆商量说 你可以带着孩子嫁给你大呀 搞得我离婚像假离婚一样 就是没有让你孩子上幼儿园 怎么可能呢 改离婚也是违法的 过分 没有 这个破疫情呢 我估计还得持续个一段时间吧 很烦 就是在这种疫情下 在这种世界猛踩油门的情况下 怎么过日子呢 我的经验是 就是多跟朋友在一起 用身边的小事来对抗这个世界上的大事 密接这个词已经听了两年了 密切接触 咱们物理上肯定是减少密接 但我感觉情感上要加条密接 疯狂的密接 才能扛住这个疫情 你比如说我右手边这些朋友 今天这个舞台上呢 跟他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坐在那儿 他们就是唇来捧个场 热闹热闹 然后呢七份组 大家手边都有一个灯 来试一下 拍拍灯试一下 七份组 你看脱口秀大会是很简单的 你们明年比赛的时候比完了就说试一下灯 那个领校园朋友们 试一下灯 我们脱口秀大会确实给这些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现在都有后遗症了 只要一听到我说有机生活一起向往 经典有机的 每百毫升就有3.8克原生乳蛋白 就感觉要上场比赛了 放轻松 今天呢是让你们来给他们拍灯的 放松 比赛还有6个月才开始